首先来看到是今天的第一题 论文门真的是要爆了吗 我们看到之前揭发 总统参与文论文门的女美学者林环强 他昨天在脸书上 PO出了一整段的一个文章 那里头还有三份的公文 这三份公文非常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三份公文档案 其实一开始是检察官去查的 也就是说他是有法律上的一个认证 都是正式的官方的文件 这些官方的文件本来是要用来告发 赫德芬还有林环强跟彭文正 这几个学者的妨害蔡英文名誉的 这一个证据 但没想到现在呢 反而大家发现说 原来这些公文呢 可以来证明蔡英文诈骗博士学位的证据 好我们就看到这三份有哪几份 第一份呢我们先来看 这是亲府会高明辉的公文 好这份公文呢 是当时这个中华民国亲府会的主任委员 高明辉在1983年的5月份 5月份他呢以公 机关公函呢 行文到了国立政治大学 这份公文提到说 蔡英文预定在1983年5月 货班博士学位后 希望呢可以这个请政大呢 予以优先延览到这个政大里头去 好但是呢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1983年的5月底前 蔡英文那时候都还没有完成 也都还没有提交博士的论文 好但为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之下 为什么蔡英文呢敢欺骗亲府会主任委员高明辉 说他已经拿到学位了 好为什么这么做呢 为什么这么敢呢 好这是第一份的公文 来证明了蔡英文呢 他的论文呢其实根本没有来得及 在这个1983年5月之前出来 但是他已经说他已经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希望政大能够延难他 好第二份是什么呢 第二份就是留学生回国服务的申请书 这份的申请书呢第二份的文件呢 是在蔡英文1983年3月11号所亲自填的 这一张的记录表上面呢 蔡英文亲自写说他是 伦敦政经学院的经济法博士 而且他的毕业日期呢 展明是1983年的5月份 好上面其实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但是呢大家觉得很奇怪 因为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蔡英文他根本都还没有完成 一本准备等待博士口试的一个论文 都还没有 那么他的博士学位是怎么样 无中生有的呢 好那第三份的公文是什么呢 是公务人员履历表 好这第三份的公文呢 是蔡英文在1984年9月28号 他亲自填的公务人员的履历表 那这份的文件呢是检察官呢 针对了因为刚刚我们提到说 妨害名誉那个案子所提的告证期 但是在这方的这个履历表上面呢 蔡英文他亲自填说 他已经获班为博士学位了 有博士证书为证 而且经过了政大承办职员呢 林玉全的盖章验收 那这个林环强呢 学者呢他认为说 蔡英文胆大包天的是什么呢 蔡英文呢 他明明白白写说 他是已经有伦敦政经学院毕业 而且日期是1983年的6月份 只是比呢 刚刚提的这个1983年的5月份呢 稍稍微晚一个月 但是在这份的履历表上面呢 蔡英文还特别在毕业的 这个框里面呢 还打了一个勾 也就是说他已经表示 他在1983年的6月 是已经博士毕业了 所以呢这个林教授呢 他认为说 这三份的文件都是检察官所调出来的 是正式的文件 而且呢是有法律上的效应的 所以呢 事实就是已经真相大白 蔡英文呢 是从1983年就开始 已经在进行博士学位的造假诈骗了 那现在呢 蔡英文呢 把这个博士学位呢 颁发日期改到1984年 伦敦大学后来呢 也配合了蔡英文的新的剧本 护航演出 但是发现这个剧本是破洞百出 伦敦大学呢 在2022年2月呢 本来说这个蔡英文的贾博士呢 是1984年2月颁发 但后来八个月后又说不对劲 又改口说 1984年3月所颁发 所以我要先问一下 那介大使 我们刚看到三份的这个文件 其实在在都证明 蔡英文根本就是在说谎吗 对 这里面真正的 我们说光从文件上 这些看起来的 真的没错 他1983年 他开始就在诈骗了 因为再怎么讲 他也是1984年 那么在文件上 自己证明他是 他是有博士学位的 可是他在1983年的时候还没有啊 对 他那时候就已经申请了 对 就说他已经申请 他已经毕业了 他已经有学位了 他已经论文结束了 所以他就开始在找工作 但事实上那时候 他都还没有博士的学位 那时候还没有博士的学位 因为伦敦大学也讲 1984年2月 对 对 那他这边1983年5月 所以这个几个日期 都是不可能是别人帮他带田 一定是问他本人 对 所以这个就构成 已经在那一段时间 他是在违法的诈骑 所以这一段应该要追究责任 那后面的部分 1984年2月以后 法律不是很了解 他这个到底有没有论文 1984年那时候 另外一个案子 他这样算是 还有追溯期还没到吗 追溯期的话 这个我不是很明确知道 要查一下 可是问题就是说 这个除了法律原因 还有就是一个道德上原因 道德上 这个是一个说谎的行为 那是违反 违法是一个确实 那这是一个诈欺的行为 欺骗的行为 以他现在从事的职务 他不适合有这种行为出现 而且是最重确凿 而且到现在为止 他也没有对这个行为交代的很清楚 我觉得这个林环强光就这一点 这个时间差 为什么他在1983年的时候就开始 以博士自居 然后告诉别人我已经有博士了 而事实上那个时候并没有博士学位 因为伦敦大学自己讲的话 不管是真是假也要到1984年 所以1984年的3月以前他讲他有博士学位了 这都涉及差期 这个都是不可以允许的 不管在法律上道德上都是严重瑕疵 而且大使这一份的公文这三份 其实当初检察官在查的时候的用意 是为了要告林环强 还有彭文正这几个人的 就没想到现在反而变成一个最有力的证据 发现说原来就是你们自己检察官去查了嘛 蔡英文你自己的论文根本就是没有在那个时间之前就出来了 所以根本就是这是检察官认证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非常的大了 我觉得所以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这里面这个前后矛盾或者前后斗不拢 或者说等于说不打自招的事情都很多了 这个就是仔细看这些文件就可以看出来这个问题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文件 这里面我还看到一个 就是清府会当时内建文的时候 内发这篇文的时候 它还有减负 它说明有一个说明 减负蔡女士回国服务申请表 这个表也应该要找出来 这是附件 因为这个文件 一定是早于 这个文的发文日期我一定是早于这个 这个也就是83年的5月 1983年5月 之前应该还有一个申请表 有一个申请表 因为这个文 这个文里面它有说明嘛 减负 对 减负蔡女士回国服务申请表 这个是她自己填的 除非你知道我看到 这个相关的报道的时候 我心中第一个一惊是说 哇哦原来蔡英文是深受党国栽培的年轻海外学 还没有毕业就已经帮她找工作 对 我自己在海外留学过 哪一个海外留学的人回到国 回国之前会有亲辅会主委帮你下公文 要求学校要优先录用你 这到底是哪一个海外留学的学生 会有这样的福利 因为是个人才啊 我自己本身当时留学的时候 拿的是中国国民党的中三奖学金 当时执政的是中国国民党 我都得不到这样好的福利跟待遇了 蔡英文居然能够得到 亲辅会主委亲自下条纸 下公文 所以要优先来聘用她 那蔡英文你深受中国国民党党国的栽培 你今天的所作所为 巴库很强 没有错你今天的所作所为 真的有吃果子败树头 真的有饮水思源吗 理论上来说中国国民党 对你这样的栽培跟对你这样的重用 你现在应该誓死守在国民党 跟国民党共存亡啊 可是你今天并没有啊 所以我看到了这第一个公文的时候 我简直是傻眼了 我没有想到过说 哦原来海外留学的学人 回国之后能够得到这样的殊荣 我相信在当时1980年代前后 也许回国的海外学人不多 但是绝对不是 每一个人甚至大多数人 都不可能像蔡英文得到这样的殊荣 那么第二个 我讲一下我个人自己的经验 就我当时是在海外 这个考过博士资格考 论文把实验做完 数据都准备好 所以我告诉我的指导教授 我要回台湾找工作 我要回台湾写论文 我回台湾应征的工作 当时在台北市政府做研究员 我的履历表上 我就老老实实的写 就是博士候选人 这就是你的资格啊 你通过了博士资格考 你就是博士候选人 甚至我到世青大学去兼课的时候 我的履历上写的也很清楚 我就是博士候选人 我不会因为我要去找个工作 我明明是个博士候选人 我把它写成我是博士 我到世青去当这个 这个兼任助教讲师的时候 我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这是一般人都不会做的事哦 就是你到底是什么样的理由 告诉我说蔡英文 你在当时明明就知道 你没有办法拿到博士学位 也许你是一个博士候选人 你为什么要说谎 为什么要造假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最后我们所看到 所有的这个时间兜起来 都没有办法 帮这样的一个履历来圆黄的 因为从LSE 不管要怎么样护航蔡英文 她所公布的时间都是在1984年 你在1983年 你就告诉人家说你是博士了 这样你手都写得下去吗 我当时回国写履历的时候 如果早知道是这样 我也选你啊 问题是我写不下去啊 你明明就是一个博士候选人 或者是你是一个博士班的学生 你有什么理由去假造你是一个博士呢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难道不需要出示任何的文件吗 所以我才认为 这才是更大的一个炸弹 没有爆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蔡英文进入政大的 相关的这个能够入政大教学的 申请文件被列为机密封存起来 这才是关键 蔡英文你当时教了什么 就我当时做一个博士候选人 我都有提交我的相关资料 去给这个我的工作单位证明说 我的确通过资格考我是候选人 我可能找指导教授写推荐 找指导教授背书 但是你蔡英文写的是博士哦 那你既然是博士 你现在告诉我说 你当时是拿什么证明给人家看 说是博士的 你拿什么证明给高明辉看 说你是博士 你拿什么证明给政大看 说你是博士 你拿什么证明给相关的 这些公务人员的体系 难道他们都不会查核的吗 你说博士就是博士了 现在是在上演神鬼认证吗 就算演神鬼认证人家也要假造一个 伪造的这个毕业证书啊 你不可能什么都没有空手到 你说你是博士你就博士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 我看到今天这一连串的讯息 让我觉得心中真的是惊了几次 第一 这国民党真的是超级爱护蔡英文 我相信国民党内很多政治人物 都曾经留学 然后反国工作过 我们的工作都是自己找的 我们没有轻浮会主委下调子 那么第二 蔡英文在没有博士的状况之下 他还敢大辣辣的写上博士 我不得不说 他的胆识实在相当过人 那么到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一定有一些是文件不符合 实际状况的假冒行为 那这些东西恐怕就是蔡英文 接下来这个卸任之后要担心 他原本希望能够保密30年的东西 会不会解封 让大家看到事实的真相 好我们现在终于明白 为什么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他之前在讲这个学伦的问题的时候 他说不肃及既往嘛 所以大千委员 所以就是意思就是说 他可能也知道说 我的上面的现在的老板 可能还这个论文的部分 还没有办法厘清嘛 所以他就不肃及既往啊 就是过去都不算啊 所以照赖清德这样的说法 所有希望知道蔡英文学历真相的朋友们 你就不要投给赖清德了 因为你投给了赖清德 所有的真相只会继续封存等到30年 大家如果真的想知道 蔡英文是不是真博士 大家如果真的想知道 蔡英文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在没有拿到博士证书 还能够用博士的资格 让清府会主委来帮他写推荐的公文 让相关的这些公务机关 去填这些履历表 那么就请支持一个 让民进党彻底下架的政党 中国国民党只要能够完成政党轮替 我们一定让真相恢复大白 让大家能够看清楚事实的原貌 让所有怀疑蔡英文学历的人 都能够知道事情的真相 我们接下来问一下民贤 怎么看这个蔡英文的论文 其实不论民党口口声声 一直在讲转型正义嘛 所谓的转型正义就不分蓝绿 那你在那个时代如果有透过特权 甚至透过相关的权势 然后取得教职取得公职的话 那这是不是算应该列为 转型正义该追查的一环 所以刚刚大切委员讲得很清楚啊 1984年喔 蔡英文回来的时候是 以客座副教授聘任喔 然后同年底又升等变为副教授 结果深等论文包括深等的人事资料 是封存30年耶 那如果照1984年封存30年的话 那现在不是应该解密了吗 国家机密法最高的绝对机密喔 涉及军事相关的 甚至我们敌后谍报员相关的最机密的 就是封存30年而已 那如果封存30年 1984年大家自己加加看嘛 1984年再加30年 应该早就解密了吧 对喔 要开解封了吧 那结果为什么就会 不要封存到2049年 那加一加是封存60几年耶 开玩笑 人的一生哪来 哪来几个60几年啊 这个学位重要到要封存60几年 对啊 要封存60几年 你干脆全部把它烧掉算了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说 这里面到底隐藏什么秘密嘛 我刚刚一开始讲高端 高端也是它的采购資料 封存30年 结果里面藏了多少弊端 那你蔡英文当初怎么升等的资料 你的博士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教育部讲说 你的升等的过程中 有送了三册哦 三本论文 那三本论文在哪里拿出来啊 资料在哪里拿出来嘛 不要用封存嘛 所以民党口口声声的转型正义 有没有转型正义 刚刚从这个林博士的资料里面 三份官方的文件 包括清补会给他的说 回来就说可以让政大去教书了 拜托 这也不是清补会能够下条纸了 当初是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更上层是给谁下了指令 那时候是李登辉前总统下了指令 是不是他下了指令我不晓得了 要不要去查 后来蔡英文还去国安会当咨询委员 这真的是苗正跟红的算是真的是 真的是官二代政二代 这不用查清楚吗 不要说他受党国栽培这个问题 第二个有没有透过特权 然后去安插职务 这要查清楚啊 第三个论文的问题当然要查 这是是非价值判断 尤其涉及到民党的核心价值 转型正义 要不要查到自己的总统 要不要查到自己的蔡英文 这个要查清楚啊 这会变成这是总统大选 重要一个追查的一个指标 当初他是这样子 被国民党给栽培起来的 民贤议员 那看看现在蔡英文是怎么样 对待你们国民党的 真的吃干吗 好羡慕他 好羡慕喔 你都没有亲补会啊 没错 而且刚才明前讲的没有错 转型正义 他就属于应该要被转型正义的 他在当时党国威权时代 得到的好处 享受特权啊 对享受了特权 为什么没有转型正义针对他呢 对 好不过我们来看到就是 蔡英文呢 除了自己的论文之外 还有他也很保护他自己的子弟兵 就是这个 我们看到 这个谁啊 林志坚 林志坚 林志坚他的论文现在也出了问题 因为为什么呢 之前不是 因为他两个案子 现在都还算是在这个 进入司法的程序 包含这个台大 还有这个中华大学部分 但是呢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问一下大使 怎么看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 王阳明在日前的时候 他说他在9号的时候呢 我上去看了一下民进党的辟谣专区 很奇怪哦 林志坚没抄袭的辩护文 突然已经下来了 不见了 包含的梗图也不见了 所以呢 有网友就说 之前 林志坚在讲自己的这个论文的时候 为自己辩护的时候 他说 是非可以这样子颠倒吗 大家在讲到这个 他棒球场的事情的时候 他说是非可以这样颠倒吗 网友就说 对 是非真的颠倒了 有人就说 这个党连质疑都可以变成的造谣 真的是没救了 还不是为了选票 还有人说这叫做 这要怎么 叫这个翁达瑞情何以看 因为当初呢 翁达瑞是怎么样的挺他 还有小英是怎么样的挺他 在中场会上面说 全党就是要来挺林志坚 结果就发现 越来越挺不对 那当然现在 在这个赖清德上来之后 民进党的辟谣专区 就悄悄的把林志坚没抄袭的 这个辩护文 就给下下来了 所以呢 看起来真的是打了 蔡英文一个耳光 对 这个案子很想还没有了 因为当时这个赖清德 会把这个所谓学伦问题 当做一个严重的问题来处理 也不是赖清德本人 学术伦理 学术道德比别人高尚 而是赖清德不是走了全省一圈吗 听听党员的这些声音 这个学伦问题是炮声隆隆 轰得最激烈的几个项目 黑金之外 像这个林志坚这种抄袭 那后来民进党全党挺一人 这些部分 是基层党员深恶痛绝 所以呢 蔡清德是不得不处理这件事情 可是 事实上的话 民进党这个党 事实上我觉得 我觉得不但是双标党 他是极为护短的 他自己人做任何事 都没有问题 尤其上面的人说 即使他杀人发火 说我们全党维护他 搞不好这个全党也去维护 那所以这件事我觉得 就是说在这个 民进党负责维护这些 这些网站文章的这些人 他也没有当做一个很严重的事 我看就忘记了 对他反正民进党这种前后不一 双重标准的是太多了 那所以被这个杨明看到了 所以杨明把他讲出来以后 我想民进党有人就说 赶快把他拿掉 为什么 因为现在民进党 已经把学伦当做一个标准 当做一个道德的什么标杆在处理 那而且正在当头下 所以就拿下来 可是这一次 说实话 赖清德这个学伦案的处理方式 真的是让人 怎么讲呢 其实很失望 非常非常失望 第一个 学伦 只有某些人有学伦 要竞选总统跟立法委员 那竞选县市长要不要学伦 其他的要不要学伦 你那些做民进党的政务官 要不要学伦 哪有说这个学伦 只对一小部分人实施 其他人都无所谓吗 第二个 因为为了选战而已 其他人就算了 其他人就算了 所以他不是在维护一个社会 大家所期盼的一个道德标准 他完全还是做他的这个政治利益的精算 另外一个 他这个不溯及既往 对 不溯及既往 为什么呢 他现在这个 郑文燦 他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你溯及既往 郑文燦就应该下台 所以范围缩的这么小 基本上 那他应该要溯及既往 把郑文燦给弄下来啊 可见 可见现在赖清德是怎么样 遭降纳判 然后呢 他不希望打击太多的人 他现在要选总统了 在党内还是要做好朋友 做好朋友 这些都是演演戏 给社会 给某些民进党的里面有正义感 跟是非感的一些党员啊 那么认为民进党还是应该有 道德标准的这些党员啊 一个简单的交代而已 轻轻举起啊 这个高高举举轻轻放下 只拍苍蝇不打老虎 所以这就是赖清德的道德标准 这就是赖清德的所谓的改革 你觉得会有效吗 我觉得对整个民进党来讲 这个学伦案的处理方式来的话 让人对所谓的赖清德的能力 赖清德的操守 有了一个完全崭新的认识 这个一副好像是这个台独今孙 然后对别人义正言辞 叫人家都站起来道歉 他在台南那时候 叫说现在党员有党员大意见 大家都站起来一起鞠躬道歉 叫黄韦哲一起站起来道歉 一起站起来道歉 这些人看起来好像道貌黯然 那个好像这个支持禁忽庸 结果呢最重要学伦问题就这个 不过学伦问题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在哪裡 看起来学好像玩假的 才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淑菲你刚刚提到 就蔡英文的问题 蔡英文才是学伦案里面 最大的一个问题 今天大家为什么对这些 这些政治人物的学历 不管他的硕士 他的博士这么重视 为什么 蔡英文是始作俑者 他用他一个假的学历 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的学历 已经骗得大位了 可是我认为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你所有做过的错事坏事 总有一天 这个社会或者冥冥之中的力量 会让你把这个 给你算清楚一个账 你30年 因为从1984年到现在 你看多久了 林环强这个是绝对站得住脚的 别的我们先不说 基本上你在1985年的2月 4月之前 你既已经用博士学位 来换取了很多 你不应该得到的一些 不管是职位也好 不管是什么东西也好 你基本上 你那个行为就是一个诈骗的行为 你这个行为就是一个 不管法律能不能居所 你道德上是严重的瑕疵 因为这是一个欺骗的行为 我觉得光这一点如果放在比较有道德水准 或者比较重视诚信 尤其政治人物诚信的 国家跟社会来讲的话 涉及这个总统 解释不清楚的话 自己都已经羞愧难当 要什么 要辞职 退出政坛了 那可是我看我们这位 我们这位蔡英文 基本上是不动于如山 那他也从来没有交代过 你当时是靠国民党的奶水把你养大 那你现在怎么搞的 天天把国民党 最后讲中华民国都是一个流亡政权 那你干嘛当时要去找流亡政权帮忙 对不对 然后你获得了你第一个教职 都是透过这个国民党 你们家族吧 我想应该他家族的党国的 这个党国的影响力 那这些部分 他怎么对台湾老百姓交代 怎么对国民党交代 这个叫对国民党有恩于他 他结果呢 搞什么 搞这个所谓的转型正义 把国民党抄家灭族啊 这种人别人可以做 你蔡英文可以做吗 你是靠国民党开始吃香喝辣的 你回过头来 把国民党抽筋八股 抄家灭族 这种人这种行为都做得出来 你说这种人出卖台湾 把台湾抄家灭族 插趴金波谷 他中国中华民国总统他怎么会做 他就会做这种事 你这分几个层面来看 就是其实民进党这一次败选的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当然就是论文抄袭 那这件事情是踩到了 年轻世代跟中间选民的红线了 就是说民进党在这次的败选 三件事情都导致到 他在年轻世代跟中间选民的选票 全面的崩跌 所以他才会再一次的上演了 当年2018年九合一大选 败选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三件事情就是第一 战争 第二 疫苗 第三 论文 就这三件事 那在论文的这个部分 就台湾现在的这个 年轻世代跟中间选民 大部分都受过高等教育 而且有很大一部分的比例 可能都是硕士 所以大家都经历过 那个时候在大学写报告 写论文的过程 大家都很清楚的知道 不能够有抄袭的做法 所以这样的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这样的作为 就是尤其是陈明通 居然组成了一个这样的博士硕士 几乎很多论文都有问题的状况 这种这个国师级的速成班 那么当然对于年轻世代 跟中间选民是 是愤愤不平难以接受的 那在这个时刻 如果民进党能够断然的 这个亮出明确的立场 就是不要打模糊战 甚至不要护航 就直接谴责 直接道歉 也许在论文的问题上 不会像现在这样 这个野火一发 而不可收拾 全面燎原 造成了全面的溃败 可是民进党在那个时刻 他选择的就是要捍卫林志坚 捍卫林志坚很简单 因为蔡英文要捍卫林志坚 那蔡英文要捍卫林志坚 那蔡英文要捍卫林志坚 当然基于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林志坚是他的爱将 第二个理由 林志坚跟蔡英文 其实某种程度 他们的角色还蛮雷同 就他如果不捍卫林志坚 那么会不会变成了另外一片骨牌 这骨牌倒下去之后 会不会一片一片的倒下来 打到他自己的论文 所以你就会发现 从蔡英文在林志坚 这件事情上的政治判断 犯了这么大的错误的原因 是因为我强烈的怀疑 是因为他有私心 他考量到自己的状况 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 没有做出正确的政治判断 这件事情其实在第一时间 鞠躬 道歉 交回 学位 认错 然后党谴责 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可是民进党没有 民进党持续的 让这件事情延烧 然后延烧到现在 你说赖清德当了党主席 原本看起来 以为赖清德要帮民进党 画出一条新的红线来 让大家知道说 民进党的价值在哪里 不管是针对黑金 不管是针对论文 他原本的宣誓 就听起来都让我们以为说 他要大刀阔斧的开始改革 赖清德如果走向我们 原本预期的方向 赖清德在2024 还有那么一点胜算 但是真的还蛮可惜的 他画的是虚线 对对国民党来说是蛮可惜 就说他并没有画了一条实线 他就虚晃了一招 就高高拿起轻轻放下 雷声大余点小 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所以他原本可以在 在向党员报告的时候 清楚地宣示党的立场 然后让民进党重新回到 那个开放的政党的态势 他没有 他眼睁睁地看着高嘉瑜被围剿 然后他明明可以认真地去处理 这个台南市的黑金的问题 他没有 他告诉大家说 这是因为内斗 所以才造成了这样的风波 他始终都不承认 他自己在台南的本命区的 议长选举涉及了严重的黑金问题 没错 他都不愿意承认 到了玄伦问题上 原本外界预估 说他会开闸这个林志坚 这个借着开闸林志坚 然后树立这个民进党 对于学术伦理的这个力挺跟坚持 结果也没有 所以搞了个半天 什么都没有 所以赖清德接下来的这个总统之路 恐怕会很困难 因为他没有搞清楚一点 他现在应该要拉拢的 换回的 是年轻世代 跟中间选民的支持 对 而不是在党内搞关系 做人情 你就这样把民进党 这些政治人物这些 但他先搞好这一块 因为他毕竟要先能够当上 总统候选人 这个初选他要先过啊 但是当他要做这样 等于就是一个魔鬼的交易 他为了他自己内心的私心 他对自己没有信心 他认为说 我现在要通过这个党的初选 成为党的候选人 所以我先要把关系搞好 他没有搞清楚 这是一个本末导致的做法 他应该成为民进党内最强的候选人 不得不提名的候选人 然后再回过头去收编党内的派系 而不是现在牺牲了他原本 可以有一个发挥的舞台和机会 再次的失去了年轻世代跟中间选民 然后回过头来先去报党内的派系 跟这些论文抄袭有瑕疵的政客 这样的做法 只会让他失去更多的明星跟支持 当他失去了更多的明星跟支持 你认为他在党内的人员再好 又有什么用呢 腦力耗盡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蒙蒙水 放通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辣气的推荐代码CPI567 还有足够出人物CPI444 谢谢 谢谢 谢谢